兩場記者會抖大海報 不同標題都寫著 劉建國委員 只見辦公室的助理 不停拍照記錄 但來的卻是 台灣來和解 那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那麼和解不成功 不只開議不出席 遭罰3萬 就連記者會 也由蔡逸余代打 一切主因都是女主角 李婉玉臉書PO出一張床照 從原本結婚說延燒至今 劉建國一號發出聲明 再爆震撼彈 強調曾經交往早已分手 即使李婉玉率直可愛 但也因偶有爭執 這段感情劃下句點 劉建國也強調 感情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 大家都是成年公眾人物 希望李婉玉能明瞭 也祝李婉玉能夠找到 屬於她的幸福快樂 隨後連日身影 就像台語般高伯了 刷就刷 但不要這樣 真的男人女主要跟她一樣 不要跟她一樣 劉建國必不見面 乾媽上場護航 要李婉玉 賣勾勾勾勾勒 這出政壇愛情八點檔 角色越來越多 男主角依舊神秘兮兮 記者台北雲林綜合報導